今天是清明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抓住长假的尾巴 下午来划个船 我们准备登一下岛 就是昨天没有成功的 因为昨天的风浪太大了 我们看看这里的风景还是不错吧 然后今天登岛 登岛喝咖啡 这边是金泽水库 看看这个倒影 还有蒋滑着水的声音 多云天 太阳也不是很大 现在我们从小河道 这个小河道 慢慢慢慢的滑进了这个大湖了 尾尾档 蓝天 青草 碧水 舒服极了 还有鸟叫 虫鸣 这个水底下有水下森林 水草丰富吧 上面还有种的油菜花 现在要穿过这个桥 好了 现在要穿过这个桥 我们的小船 登岛了 好了 我们把船拉上来 好的呀 把奖拿走呗 登岛成功 好了 我们的船停好了 把吃的喝的拎着 准备 准备 登岛 哇 真的是世外桃源的感觉 哇 这地方太舒服了 夕阳正好从这个小树林里面穿过来 还有没有褪去的油菜花 各种鸟叫 等水烧开 我们就泡一杯咖啡 这是现磨的云南的豆子 熏蒸一下 第二步就是绕圈圈 好了 准备喝咖啡 天色不早了 华回村子里估计都天黑了 还是坐在船头的感觉爽啊 我的手机里面看到的 和你的完全是两样的效果 也许正好 谢谢你 在海南的派 可怜山 很多人的 Katow 在我们的岁浅里面看 有认识的 很厉害 刚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好夕阳洒在我们租的房子上面 看见那个小国旗了吗 一块的小假期就这么结束了 滚回去干活 继续搬砖 别看现在这条街静悄悄的 你要是白天来 这个位置都没得停啊 因为前面就是金泽古镇了 现在我们在这里吃个晚饭 黄澄澄的白斩鸡 还有心心念念的红烧肉 我们在这里吃个晚饭了 谢谢大家